小事啦 三碗喔 今日第一位挑戰者上門 想要羊肉免費吃 得先把這滿滿三碗白飯吃光光 首次挑戰大哥相當有自信 光吞白飯配菜只吃一點點 很快的第一碗成功下肚 還可以吃嗎 小事 快很熱 沒有感覺 果真實力堅強 第二碗同樣面不改色 三碗白飯挑戰 只花了十分鐘就掃光 挑戰完成成功了 送你一盤九層羊肉 店家說每天上門挑戰 紙碗等級的客人 平均就有五十組成功 但要再進階挑戰副碗 這大小可就沒這麼簡單 不過要是吃得完 菜單上隨你點都不用錢 最高難度是可以吃下 三碗公的白飯 整桌免費招待三次 碗公的話到目前為止 有一位勉強勾到邊 就是一般的客戶 然後另外一個是大衛王 就是好好吃 光是大衛王挑戰噱頭 店家生意就翻了四五倍 另外一家健康餐盒 同樣吸引不少食客 慕名而來 然後它的重量呢 好像是2.5公斤 然後限時是四十分鐘的樣子 我覺得我完全沒有問題 挑戰前先交五百元報名費 失敗了就不退錢 六人份巨大化便當 大衛王YouTuber吃五分鐘 也沒減少 他真的還滿多的 非常的深 最榮YouTuber花了二十二分鐘 成為首位成功挑戰者 還有三百元獎金 刺激的挑戰過程 讓業者成功製造話題 三選王球